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较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次,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有一种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的感觉 明明已经参与进去了 我们也进入奥运区了 跟所有代表团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金牌也是一样的 但是最后 奖外榜里头没有你 赵昌军以后 789三年全运会 16年 陕西武术没有进过决赛 那时候应该说是 我们很小 压力非常大 组建太极拳组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 所有人都是从零开始 谁努力 谁就上了 在最后一名的这种滋味 我是最清楚的 不想再当最后一名 实事造英雄 刚好赶上了 怎么说呢 没有人可以预测 你到底是不是千里马 因为在这一批小孩里边 都差不多 真的就是机遇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要改革武术 希望在08年动脑子的时候 把武术推伍到奥运会当中去 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 所以当时成了一批年轻的运动员 那我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如果没有这个改革 我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拉成几 但是很可惜 因为种种原因 错过了最好的这么一个机会 当时中国奥委会跟国际奥委会协商 在奥运会举办期间 我们以奥运会的标准 和奥运会的形式 然后在奥运会的场馆当中 进行了一场武术比赛 就是当时的感觉 进到奥运村以后 跟其他的项目在一起 还是非常自豪 因为武术史上从来没有走 奥运会是作为武术运动员来说 作为武术这个项目来说 最高峰 你没有别的比赛再能超过它 你也没有别的成绩能够超过它 穿上那身国家队的衣服以后 你就不一样 特别是你站上联想台以后 国歌一放那种感觉 你觉得你代表的是国家 基本上所有的冠军都拿过来 武术给了我这么多 我能给武术做什么 我能为太极拳做什么 很简单 引导太极拳发展的方向 这就是我应该做的 在奥运会所有的大象当中 没有一个真正属于我们中国 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在我当教练员了以后 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迷茫 为了难度 为了贴近奥运会 丢掉了武术的特点 丢掉了武术的传统文化的符号 想了很多 任何事情事物 朝哪个方向发展 谁也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不能变 只要我的核心是武术的积极方法 只要我的核心是太极拳的内容 那么在形式上 在肢体上 我可以无限地放大 我现在还记得 当年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 无论你做什么选择 一旦决定 就一定不能后悔 就是这句话 支撑了我 最困难最犹豫的时候 没有放弃 我们其实没有别的目标 只有一个 就是把它推荐到以后的